好,针对这个题目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16带进去 你可以得到这个4A1加上6B1等于C1 那你看一下比较右边的上式就好 比较右边上方的式子 右边上方的式子叫做 2B1X加3A1Y等于C1C2 这个有点粗 我把它稍微用C1来画给你看 这里我们看到 C1C2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调整我们这个式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要调整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们把它 这个拿下来 2B1X加3A1Y 等于C1C2 那你看这个左式的话 你是不是只有C1 所以对于这个左式我会做一件事情 你看我把它乘上C2 这个式子会变成怎么样呢 变成4个A1Y 这个A1Y 再乘上C2Y 加上6个B1Y 加上6个B1Y C2Y 等候的右边 就等于C1Y 就等于C1 再乘上C2 那这个时候你就观察这两个式子 对于这两个式子来说 对于这两个式子来说 有一样的C1C2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 3A1Y 如果等于4C2A1 这两项如果相等 同样的道理 用紫色的话给你看 这个2B1X 等于6C2B1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保证 这个等号一定会成立 我再说一次 蓝色框跟蓝色框一样 紫色框跟紫色框一样的时候 等号右边一定会成立 所以呢 我们就去比较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4C2A1 要等于3YA1 所以啊 这个Y 等于 3分之4C2 那再继续往下画 同样的道理 在紫色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得到怎么样 这个2B1X 等于 6B1C2 那很明显的 这时候B1跟B1一样嘛 所以X 就可以等于 2分之6C2 就是3C2 好那注意这个答案 我们应该可以用C1C2 比较嘛 所以就这样子写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个题目应该这样就OK